2024年5月14号 电影《Sight》首映室 在美国洛杉矶 Centry City AMC-15隆重举行 说起这部影片最为特别之处 那就是它是真正意义上 由好莱坞制作发行的一部 讲述华人依赖移民 真实故事的商业电影 该片由好莱坞著名导演 Android Hyatt亲自操刀 David Fisher和Darrett Mooreman 担任制片人 曾荣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的 Greg Kanair和加拿大华裔演员 Terry陈领先主演 剧本则是改编自知名华人演科专家 王明旭博士的自传 《从黑暗到光明》 讲述了主人公王明旭 决心为失明孤儿恢复势力的故事 展现了王医生如何将所经历的 恐惧贫穷和偏见 转化为治愈他人的爱与关怀 在影片Sight中 王医生在试图医治一位失明的小女孩时 研发出了羊膜隐形眼镜 改变了眼科医学史 最终为患者的医治不断带来希望的感人故事 然而在现实中的王明旭医生更加伟大 他将此项专利技术捐献给了世界各地 为需要的患者免费提供视力恢复手术 造福了数百万失明症 根据资料记载 目前王明旭医生已完成超过55000例手术 并创立了非盈利基金会 为近60个国家的贫困患者提供免费的 视力恢复手术 荣获医学和慈善相关的众多奖项 该技术已被全球数万名眼科医生采用 说起这部电影的制作 也可谓是充满艰辛 这个试图打破好莱坞传统 以华人故事为核心的影片 从制作到成编 历时十年之久 最终Open River Entertainment 携手Reserve Entertainment 终于将其呈现给诗人 并由好莱坞知名发行方Android Studios 负责宣发 还选定ITalk BB为官方宣传合作伙伴 及北美两场首应式公益承办者 影片上映的五月 是全美一年一度的亚裔传统月 同时也正值ITalk BB20周年之际 秉称为华人提供更美好生活的企业使命 以公益回馈社会为目的 电影Sight为影 王明俊一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华人移民故事 抛砖引玉 一场由ITalk BB发起的名为 IME的接力活动 正在各大主流媒体中疯狂传播 IME旨在鼓励华人主动发声 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让华人群体被北美主流社会所看见 展现华人的价值和凝聚力 每一位参与IME活动的贡献者 都将会记录在活动专题网站上 录制加入华人社会活动IME 为改变华人世界贡献你的一份力量 加入这个运动 或许能让更多华人的故事走进好莱坞 对此主办方Open River和Android Studios 也在首映市上高度认可和赞赏 本次宣传合作伙伴 Android Studios对本次华人电影 做出突出贡献的官方宣传合作伙伴 ITalk BB行政总裁Jack Jobs 在首映会议室上 现场授予 Amplify Light Partnership 星光合伙人容易讲 在洛杉矶首映日当天 共有超过200名华裔华侨明星及艺人 社区领袖者、媒体人、网络红人和观众 与主创主演团队共同观影 参与首映礼后的交流活动 共同见证这一首映盛况 国家一级演员孙海英携抗力吕丽丽萍 观影后对该影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真的很美好 而且这部电影的整个的这个背景 和因着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真是可以说 让更多的人看到光 看到美好 而且这个医生他能够感恩的那种 回馈这个国家 我太美了 太感动了 很不容易 因为他这个王医生 他做出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以及贡献 人生来讲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但是呢 很不容易说出来 但每个人都要努力 中国内地著名女演员 目前正在美国电影学院攻读导演专业的张静初 也被主人公的故事所感动 我看得很感动 因为我之前不知道王医生的故事 然后我看的时候觉得粉兽激励和鼓舞 尤其是我觉得它不是只是一个局限在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 或者在华人社群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它更是一个跨越了一个重阳 然后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 然后经历了这些奋斗 然后再回馈到这个社群 这个世界 它让我觉得歌剧还是很棒 华裔青年男演员 风神智子团成员刘乐 谢明院士 中美电影节主席苏彦涛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 百万宝贝制片人安卓·莫根等 也都前来膨展 对电影及受影视现场做出了高度评价 电影Sight 目前已经斩获ICVM国际电影奖 最佳影片奖 最佳故事片奖 最佳摄影影奖 和最佳男主角同奖 在哈特兰国际电影节中 该片被授予最佳 首映叙事长篇奖 Sight挑战了好莱坞电影中 对华裔形象的局限想象和刻板印象 鼓励全球观众 在一个充满对立和冲割的世界中 寻找共同点 推动理解与和解 并激励人们帮助他人 听了这么多 大家是不是对这部真正讲述 华人故事的好莱坞电影 充满期待 该片将在5月24号 美国加拿大各大院线上映 大家赶快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 预约购票 支持咱们华人自己的电影吧 根据院线的排编规则 首映州的总体票房收入 将直接影响 接下来北美各大院线的放映场次 因此 电影票房的成功 可以激励更多北美观众 和主流媒体看到华人故事 同时在社交媒体平台 发布带有关键词 IMIN的视频 分享自己的移民奋斗的经历 即能参与到IMIN的活动中来 通过这种方式 也让北美主流社会 看到我们华人团结的力量 以及更为真实的一面 支持电影Sight 参与IMIN行动 这不仅是观看一部电影 更是在积极改变 海外华人社群的现状与未来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